蓝天越来越近 越来越温柔 温度计的种类及原理 跟着感觉走 紧抓住梦的手 蓝天越来越近 越来越温柔 轻轻就像风一样自由 听听唱得多好啊 生活跟着感觉走 享受风一样的自由 多么美好啊 这真是真理 可是 什么都能跟着感觉走吗 还记得咱们上节课 学习温度时的插手实验吗 来 回放师回放一下 先把手放在冷水和热水中 放一段时间 哎呀 停 是热水不是废水啊 你以后想啃猪蹄吗 然后把双手放在温水中 啥感觉来着 原来冷得手暖 暖得手冷啊 同一杯水 温度一样 感觉却不同 所以说温度的衡量是不能靠感觉的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啊 那靠啥呢 咱们有专业的 高大上的 符合人类对温度探索需求的仪器 温度计 说到温度计 说到温度计 我们简直太熟悉了 给你个机会 说说都有哪些 我们家有测量室温的函数表 我们家有测量体温的体温计 我们家实验室里还有真正的实验室温度计 What 你们家还有实验室 兔豪 咱们做朋友吧 像函数表体温计 实验室温度计 这种中间装有液体的温度计 就叫做液体温度计 那你知道上述液体温度计 凭啥能测量温度吗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哈哈 难住你了吧 其实很简单 它们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性质来工作的 一般来说 物体受热时体积会膨胀 而预冷时体积会缩小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液体温度计中的液柱的高低来判断温度 所以在玻璃泡中填充的是对温度较敏感的液体 例如酒精 水银 煤油等等 啥 你为什么是敏感 你伤害了我 脆弱的小心脏 我敏感 呃 你想多了 这里的敏感就是指温度变化很小时 体积变化很大的意思 这样的现象才明显 明白了吗 脆弱的小心脏们 除了液体温度计 生活中还有其他温度计 世界上最早的温度计是由意大利牛人伽利略发明的 看 就长成这德性 它是一支气体温度计 身为一支气体温度计 它的工作原理与液体温度计类似 是利用气体的热胀冷缩 当上方玻璃泡感受到周围温度降低时 玻璃泡中的气体预冷收缩 玻璃泡中的液体被压入 液柱升高 而当周围温度升高时 玻璃泡中的气体预热膨胀 玻璃吸管中的部分液体被压出 液柱则降低 除了液体的 气体的 咱还有固体温度计 比如这个 它叫做双金属温度计 是依靠左右两种金属 热胀冷缩的程度不同 来指示温度的 怎么样 长知识了吧 总结一下吧 温度不能靠感觉 攒有神器温度计 常见液体温度计 实验适用温度计 还有环境寒暑表 另有家用体温计 测量原理都一样 热胀冷缩都可以 拜拜